各位余慧的來賓還有主辦方 非常感謝主辦方的邀請 讓我來這邊跟各位分享 那接下來我就用這個長次的主題 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極端氣候底下 台灣可能面臨什麼樣的系統性的風險 這是最近的新聞 也就是說在巴黎協定底下 過去我們所定的升溫的極限上限是在2度C 但是巴黎協定把它往下降降到1.5度C 原因是超過1.5度C之後的極端氣候 是我們的社會經濟非常難以去因應的一種狀況 但是很不幸的最近氣候科學家又提醒我們 在自然的這個聲音現象跟人為所引發的氣候變遷底下 在未來的5年內 甚至在今年各位就可以看到這個1.5度C的升溫上限被打破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即將面臨的未來 接下來我用這個IPCC在去年所發布的氣候變遷科學報告裡面 提醒我們的幾項很重要的訊息以及警告 也就是其中一點 未來的氣候災害跟風險不會再是單一事件 它會變成是由氣害風險結合社會經濟 這些非氣候類型所帶來的風險 共同驅動之下所產生的一個非常複雜 而且綜合性連鎖性系統性的災害特徵 那從去年我們從歐洲熱浪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從很多新聞報告裡面去觀察到 熱浪不僅僅是天氣熱而已 而且它影響的也不再是健康而已 譬如說在越來越多的老齡族群的社會裡面 熱浪其實就衝擊到我們的高齡照護的問題 接下來還有熱浪所造成的這種機場跑道的融化 甚至火車 鐵軌 起火事件 這個幾乎在去年的新聞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有很多很多的交通設施受到影響 那接下來還有的乾旱的事件 在加乘作用底下造成全球糧食的減產 零零種種加起來變成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件 而且是一個長期的事件 這個是我們即將面對的未來 甚至今年的夏天可能就會出現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挑戰是 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世界其實是一個都市化的世界 在歐美國家都市化的程度大概是90%以上 台灣大概是80%以上 那全世界都朝向都市化的這樣子的環境底下 也就是說未來很多的氣候風險 我們所要面對的是在城市這樣子的地方 那即便是在歐美這樣的國家 我們從去年的伊恩 颶風 侵襲佛羅里達半島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說他們造成非常非常嚴重的傷亡 死亡人數這是舊的統計 我今天又看了一下死亡人數其實到達149人 然後有4萬多人流離失所 各位這是美國 他們都有這麼嚴重的災害 那科學家進一步去探討說 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嚴重的災害 假設這個颶風是發生在1970年代的時候 死傷不會這麼嚴重 可是為什麼這次的災情這麼嚴重 原因是明明地方政府在知道這個是颶風的侵襲路徑底下 明明是颶風的侵襲路徑 但是還讓更多的發展建設集中在這些地方 在1970到2020之間 有一部分的地區它的都市化的成長率高達600倍以上 就是說把更多更多的人 把它集中在這種高風險 高鋪路底下 所以才產生到這麼嚴重的危害 那這件事情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特別是有非常多的城市 其實是建築在臨海地區 那台灣也有這樣的現象 另外一個是過去我們對於防災的思維 特別是對於水的治理的思維 當然這是一個思維上的轉變 我們過去很習慣去犧牲下游地區 讓下游地區或者是經濟的相對弱勢的地區 作為城洪的一些地方 所以從整個臺北盆地的發展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早期的這種樹洪的觀念 造成整個臺北的水 其實是集中到淡水河下游 或者是新北這一側 那因為這樣子的決策 就造成這些地方其實是相對弱勢團體聚集的地方 那整個在我們再進一步看到 各位的左半邊的這兩張圖就會發現 這件事情有它的後果存在 也就是社會經濟相對優渥的地方就集中在台北市 甚至是在教育也是特別集中在大安區 有錢人集中在大安信義區 非常弱勢的族群就集中在社子島蘆洲三重一帶 那新北過去其實都是相對 社會經濟相對比較差的地區 那這是過去長期的城鄉發展 對於風險管理存在的一個 比較下游的地方 社會經濟弱勢的地方 不需要被保護 他們可以被犧牲這樣的思維 但是今天我們用IPCC的氣候變遷報告裡面的思維 再重新檢視過去的作為的時候 它其實是屬於一種不公平的 不當調適的策略 那甚或是在今天我們常常在講自然解放的時候 這個東西在我們不留心社會的議題的時候 然後也常常造成更大的不公平不正義 譬如說這個是新的學者提出來的一些想法 在波士頓政府它過去一直是在 城市綠基盤上面非常領先的一個城市 那地方政府也希望說透過這個綠基盤的策略 來擴大城市裡面的綠基盤 來作為城洪的地方 來降低極端降雨的衝擊 聽起來很好 但是它為了收購大面積的土地 特別是濱海地區 那它就必須要有土地 它就產生了非常多區裡少數族裔破千的事件發生 那但是偏偏就是這一群人 它是最需要在氣候變遷底下 最需要政府去保護的一群人 但是它為了保護城市裡面經濟的發展 有錢人高經濟發展水準的地方 它反而是被迫遷離它的居住地 所以它造成的其實是更多的氣候風險 那台灣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其實有很多的地方 我相信都不斷地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樣的事情其實不一定是有意而為之 而是我們思維上觀念上的轉變 跟思維的轉變 那在這個新的氣候變遷報告裡面 就提醒我們 這件事情其實是需要被檢視的 譬如說 我們可能會拿自然解放來說 我是為了這個地方能夠成紅 所以我需要透過去斷生壽的方式 把整塊土地買下來 然後我來進行更大規模的公共設施 甚至我做了很多的綠地 我做了很多的綠基盤 聽起來是好的 它是自然解放 可是各位 自然解放背後並不是只有自然 自然解放之所以叫為解放 它其實是在解決社會環境的問題 假設它的做法去造成了人地連結的斷開 社會任性的消失 甚至造成了更多的社會的問題 它其實不能稱為自然解放 這不是它原先主張的目的 因此我就回到這個氣候變遷報告裡面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特別是在最後的這個會整性的報告書裡面 特別被提出來的 過去我們大概理解到說 永續發展的果實 靜零碳排的果實 必須要在利益共享的前提底下去執行 但是在這個報告書裡面 它又提到不僅僅是利益 其實負擔也應該是全民所要共同承擔的 所以利益跟負擔都必須要共享 那這邊就會涉及到 不管是調適或減緩的利益 還有負擔它所有的行動跟策略 都必須要優先考量 這件事情做下來之後 是不是能夠達成社會的更為平等 更為正義 然後在氣候變遷的因應上 是不是能夠關注到少數族群 脆弱族群 所以在決策的過程中 我們必須要思考到三種正義 一個是程序正義 讓更多的聲音可以被聽到 讓民眾可以加入政策擬定的過程 第二個是分佈的正義 所有的公共設施資源 風險 是不是都能夠平均分擔 而不是少數人受益 少數人受害 然後是由政府單位 開發單位來決定 誰應該受害 誰應該受益 因為這樣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另外就是很多的在地知識 原住民的知識 其實都能夠告訴我們 怎麼樣才是一個社會跟環境之間的 韌性的所在 所以各界的聲音跟各類的知識 不管它是精英分子的知識 還是地方人民的聲音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知識的來源 這邊在氣候變遷的韌性的發展過程中 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協助我們 更快速去因應即將升溫的2度C 或者1.5度C 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會造成我們的 這個整個韌性發展的進程受到阻礙的 那限制個人與合作行動的形態 由這個報告書裡面指出來有好幾種 其中一個是貧窮不平等跟不正義 我們在政策上面其實很少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在右半邊這邊檢視我們過去台灣的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的行動方案 那比較早期的行動方案 雖然利益良善 但是對於社會面向社會層級的公平啊 正義啊 甚或是社會或人的議題 其實討論的還是相對較少 另外就是個別孤立的回應 這是怎麼 這個是什麼樣的意思呢 其實它的意思是說 假設我們是交通管交通 土地發展管土地發展 然後健康管健康 各自做各自的回應沒有整合在一起互相討論說 到底我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所有系統要怎麼一起動起來 而且要處理時空的複雜性的話 它其實會造成跌床架屋 甚至有一些政策上的進合的問題 另外是我所有的任性的政策背後 是不是有跟淨零碳排的政策做一些探討 是不是有彼此進合消長的問題 跟SDG的目標之間 是不是有進合消長的問題 這個都是我們需要檢視的 那什麼樣是好的做法呢 那台灣可以做什麼呢 我認為從我們目前的氣候變遷的調適綱要裡面 我們大家還可以著重一些人為的因子在裡面 特別是正式在地的聲音 特別是受到受衝擊的那些族群的聲音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他們原先的韌性是什麼 然後把調適的資源優先去 挹注到這個脆弱的人口跟脆弱的地區 因為其實經營分子 然後社會經濟水準比較高的一群 他們其實是比較有調適的能力的 我們需要關注的是脆弱族群 然後很重要的是政府必須要跟私部門合作 必須要跟公民社會合作 大家都一起動起來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各個面向共同合作的時候 就更能支持各種行為上的轉變 思維上的轉變 整個城鄉發展的轉變 好 那很重要的是 這邊還提到一個生態系統的管理權 這個就涉及到我們對於土地政策的 一些創新的政策的提出跟思維 如何不侵害私人的財產的狀況底下 能夠提高土地跟環境的韌性 最後這個是我最近看到的一個發表 這是由Bursel的自由大學 他們所提出來的 以1960年為基準線去做比較的時候 假設我們在數的各位 假設是40歲左右的 未來我們要面臨的是2.4倍的感旱 跟8.2倍的高溫 這個是針對亞太地區而言 所以這是我們很需要去面對的一個議題 那假設是今年是30歲左右的 那就更嚴峻了 它會面臨10倍左右的高溫 跟2.8倍左右的感旱 所以高溫跟感旱 是台灣的社會經濟 還有各位的這個 在座的很多經濟的學家的 要面臨的一個未來 那最後我想要用這一句做總結 在台灣的時候 在台灣我們常常會講自然災害 可是事實上災害從來就不是自然的 所有的災害背後一定是有社會 整個社會經濟所共同創造出來的一種脆弱度 在面臨這種極端的衝擊的時候 它才會形成災害 所以我們很必須要調整整個社會的過程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